你上哪儿去啊 我出去透透气 妈 喝碗粥吧 你别老打电话了 没有人知道爸爸的情况 我们还是尽心等吧 你别老打电话了 好 馨儿 你坐下 你爸出了事 害得你中断学业 恨他吗 妈 发生这样一件事 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嗯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偏偏这时候你要出国 琪琪要上大学 真是给了我致命的遗迹 你说如果你爸真是贪污受贿了 他把赃款弄到哪儿去了呢 妈 爸爸会不会是植物性犯罪 就像报纸上的一些案例 因为机制的漏洞 钱虽然从他手里过了 但他并没有装进口袋 你爸从建设厅到交通厅 没少得罪过人 因为想从他那儿捞到好处的人太多了 可是你爸一直两袖清风 在经济上没有过闪失 你说他作为一个主抓业务的交通厅副厅长 什么项目需要他亲手摸钱呢 我和你爸夫妻多年了 我是了解他的呀 妈 纪检部门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又怎么会审查他呢 有时候空穴来风也是有可能的 杏儿 对你爸有信心吗 杏儿 你和琪琪从小没受过一点委屈 妈做梦都不想让你们过这样的日子 可是从今往后 我想这段日子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妈妈 我相信爸爸会回来的 像是为了 杏儿 妈想你保证 等你爸的事情一过 妈妈一定送你出去流血 妈 你别说了 我要和你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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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得好像能考上大学啊 一马像我就能成天跳舞唱歌 考吃清真饭 对了 你可一定别忘了考摄影专业 为了庆祝你能考上大学 你一定要请我吃肯德基 下个月呢 我就请你去看我们舞蹈学校的演出 倾果 我今天也不饿 咱们出去聊会儿 少来 我饿 欢迎光临 我要 倾果 我今天没带牵引 嗯 那 送我借你的 借着得还啊 好嘞 呃 我要 我要 好 好 你好 找哪位啊 请问你母亲在吗 在啊 你是 哎 我叫袁征 是你们家的一个朋友 你是孟琪吧 啊对 哎 请进 妈 来客人了 您是我妈的同事吗 哎 不是 哎 孟琪啊 哎 在哪儿上学啊 哦 我刚高考完 在家等录取通知单呢 报考什么专业了 摄影 哎 摄影好 我也挺喜欢的 真的啊 哎 有什么作品让我欣赏一下 嗯 你等着 我去拿 你好 你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给你 你拿着用嘛 那你怎么办啊 我都到了 你拿着用啊 你是来拿伞的 什么 伞 哦 原来是你啊 哦 你不是来拿伞的 您好 您好 我是袁征 是孟厅长的 一位朋友 哦 哦 舅舅 嗯嗯嗯 多吃点吃点啊 嗯 好好 你吃 你看你这一次回来 我也没有能多陪你 实在是工作太忙啊 哎 哎 你不是说要给我引荐一位 有成就的年轻人吗 他出差还没有回来呢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 不知道 哎 小灰啊 嗯 我跟你说的话你考虑过了没有 什么话 我和你舅妈呀 可是真心希望你到美国去 你看啊 我们也没孩子 现在年纪一大把了 家业也需要人继承 我这次跟你爸妈都说了 他们都同意你去 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去 那我们晚年 就这个回来了 所以啊 我才在大陆搞事业 舅舅 我明白你的心思 当然 这对于我来讲也是很有诱惑力的 不过舅舅 你先让我在大陆学点本事 然后再算决定 好吗 好好好 我不会逼你的 校园 你在哪儿工作呀 嗯 我怎么没听老孟说起过你呢 我在远征房地产公司工作 我跟孟厅长呢 算是忘年之交 一直都想来看你们 但是没想到 等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跟孟昕也认识 对 不认识啊 以前不认识的 妈 你看那把伞 就是这位先生借给我的 那真是谢谢你了 校园呀 我不拿你当外人了 最近你听到老孟的消息没有啊 老孟啊 工作上的事情 回来从来不谈 所以她工作的关系呢 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看看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是凶是急 我这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 好 伯母 您放心 孟厅长的为人我知道 我也正在拖一些朋友打听消息 一旦有了消息 我马上告诉您 那可真是谢谢你了 校园呀 自从老孟出世以后 她周围的那些朋友都 都很敏感了 我们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说了你都不信 她那么多的朋友 唯一来看望我们的就是你了 我只想知道爸爸到底有没有犯罪 这个问题都快把我逼疯了 我能理解 但是伯母啊 我请你们都安下心来 不管情况怎么样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是吧 梦琪 你终于来了 你为什么非得今天拍照啊 简直太自恋了 别人都不练我 我只有自己练自己了 快走吧 我听说南山的画全部都开了 这 画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摄影大赛上拿了一奖吗 你难道不想庆贺庆贺呀 庆贺什么呀 我拿奖状回家的时候 我妈连看都没看一眼 孟琪 其实我今天是特意请假陪你出来 想让你开开心的 你要是真的不想去的话 那就算了 哎 请广 等等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乖 这几位 帮我查一下 你先看看这个摄影协会来的稿件 全国青年摄影大赛的最佳得主 是咱们市的一个中学生 你不觉得这里有新闻可以挖掘吗 我说主任哪 这算什么重大新闻哪 我大老远从参访箱上跑回来 你就给我这个呀 主任 我看哪 你找个女同志 把这事搞定就得了 等等 你去年才写的那个中学生跳楼事件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个题材又正好是一个中学生 正面成才的一个选题 听说那个中学生还是一个摄影奇才 其他的嘛 我们一无所知 行吧 你有地址吗 我马上帮你查一下 下周采访界委主任的约定 可能要取消 不可能 这事不能她说了算 哎 哎 哎 一个比一个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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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怎么样呢 看上去好像还没有修养的 光看哪看得出来 昨天我给我们杂志社负责企业联络的老李 打了个电话 他说呀 远征房地产公司 五年前才成立 三年前他们开发的现代城 就在全省有名了 你爸爸那时候在建设厅里 负责地产项目的招标和审批工作 会不会那时候认识的呀 哎 这个远征在他们公司是干什么的 你没问问老李啊 现在这时候 不好问 他要是能跟爸爸直接打交道 应该是负责项目的吧 他那么年轻 不会是老板的 管他呢 妈妈 他要是有办法 帮我们打听到爸爸的消息最好 打听不到 我们也不指望他了 犯罪事实呢 我们已经基本查清了 证据确实充分 现在又在扩大调查范围 恐怕追究刑事责任再说难免了 哦 那行 有什么特别情况 咱们及时沟通 谢谢你啊 我只想知道爸爸到底有没有犯罪 我只想知道爸爸到底有没有犯罪 这个问题都快把我逼疯了 你都能听懂 活着整个问题 你学开什么 他还很不错 他也能听到他 就还能听到你 他还能听到他 呢 袁总 我是说你太纵容他了 我不想把我说过的话 再重复一遍 哎 孟欣啊 我袁正啊 哎 啊 哎 真对不起 遇上你淋雨了 上次忘了把伞还给你了 这说明这伞不想回到主人身边呗 你妈知道你来找我吗 嗯 想喝点什么 随便吧 哎 那 果汁还是牛奶 喝茶吧 那好 哎 服务员 来一壶绿茶 上次去你们家 见到孟琪 无缘无虑的样子 我很宽慰 他现在 是唯一能够家里带来生气的人了 他总是很容易忘记不愉快的事 孟欣 你做过最坏的打算吗 你做过最坏的打算吗 好 我打听到了一件消息 你做过最坏的打算吗 你做过最坏的打算吗 我打听到了一件消息 对程晚会 给你爸存在了香港 有人 是什么人啊 那我爸 他知道吗 证人说是他认可 证人 那我爸他承认了吗 承认 他有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从来不会被金钱所诱惑的 孟静 你爸 他也许有你不知道的难处 不 你根本不了解我爸爸 我爸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变的 孟静 你冷静一点 事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冷静地面对着一切 坚强一些 我会随时打听消息 然后给他找一好律师 哎呀 你ヒ 我得大家都知道 我以为是 你因为我一样 郑城邦的记者 记者 找你可真不容易啊 我能进来吗 你有什么事 没事 想跟你交个朋友 朋友 对 咱们聊聊吧 聊聊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 你的未来 我没什么可聊的 不不不 不聊也行 咱们认识总可以吧 咱说你看这外面 还下着雨呢 梦琪 对不对 你看外面雨下得多好啊 赶紧进去准备东西 我们准备走了 行 你等我一会儿 快点快点快点 这 这 小姐 我是来采访孟琪的 你是她朋友吧 对啊 我和她是同学 你可以采访我啊 采访你 我为什么采访你啊 这个理由我会给你的 不过你先说 你为什么采访孟琪啊 人家孟琪是全国青年摄影大赛 最佳摄影奖得主 我采访她 我采访你干吗呀 总有一天 你会满世界追着采访我的 行行行 总有一天我采访你 好吧 那你能告诉我 她最近的情况吗 她最近的情况 特别不适合接受采访 为什么啊 你还记者呢 真是孤陋寡闻 你要不想微炒鱿鱼的话 赶紧去查查孟琪的爸爸是谁 我告诉你她姓孟 她爸爸就是孟默然 站 走吧 孟默然 孟琪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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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公司 是不是也看中我爸爸的权利 幸亏于她了 孟琪 我跟你爸是朋友 接受检查是正常的 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家公司的 但我相信这家公司 是不是得益于我爸爸 你应该清楚 特别是前些年她在接着听的时候 孟琪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你一个 你爸确实有恩于我 不管他今后怎么样 我都很感激他我有做的一切 有恩于你 什么恩 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 这样吧 你留着去的检查院的人说吧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的存在 才让我爸爸这种亲政廉洁的干部 谋受耻辱 孟琪 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 你要相信我 你不要说了 我什么也不要听 你们这种人为了钱 什么都做得出来 孟琪 你不会想到你 我爱你 人家 但 Si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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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